我们的主耶稣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 在旧约时代 天父上帝与我们同在 到了新约时代 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 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 赐下了圣灵 一直永远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从来也没有孤单过 因为我们的主一直与我们同在 愿这位与我们同在的圣灵宝慧师 今天赐下祂的话语 使我们在话语当中看见亮光 在话语当中看见真理 让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所要分享的话语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到二十四节 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还有不多的时候 世人不再看见我 你们却看见我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到那日 你们就知道 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 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犹大 不是家里人犹大 问耶稣说 主啊 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 不向世人显现呢 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主 不爱我的人 就不遵守我的道 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 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 我们刚刚一起阅读了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到二十四节的经文 为什么会另外赐一位保惠师呢 约翰一书二章一节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 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原来这里中保 原文跟保惠师是同一个字 意思就是代求者 帮助者 耶稣就是那头一位的保惠师 耶稣与圣灵一道 都是从天父那里来帮助我们的 并为我们代求代道 只是耶稣已经升上高天 回到了父神的右边 保惠师的功用 主要是由圣灵来承担 所以我们要称他为圣灵保惠师 在今天的经文之前 耶稣告诉门徒 你们将被世人憎恨 你们会遭受逼迫 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世界 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 要杀你们 会堂是犹太人生活的社会的中心 它可以引申为我们世俗的关系 就好像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一样 今天世界上有多少的弟兄姐妹 正被家庭隔离 被社会隔离 被世人所孤立呢 甚至很多弟兄姐妹 为了主的缘故 失去了自由 受到逼迫 甚至为主牺牲生命 训道 感谢主 他早已经知道 我们要面对的状态 他为我们预备 圣灵保惠师来帮助我们 当门徒得知 所要面临的 憎恨与逼迫 尤其是 当主要离开他们的时候 他们的内心是悲痛的 内心是凄凉的 这是人之常情 作为神的儿女 耶稣的门徒 我们要有属天的眼光 得胜的信心 以及荣耀的盼望 当时门徒没有做到 所以耶稣在第五节表达 他的失望与责备 耶稣回到 差他的父那里 那是得胜是荣耀 但是门徒们 看见即将到来的问题 所以内心当中有忧愁 耶稣当时与门徒同在 时间上是有限的 是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 而圣灵则是耶稣赐下的礼物 圣灵是不受时间 不受空间所限制的 圣灵会一直会永远 与神的儿女们同在 耶稣更多强调 圣灵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 也就是 耶稣说你们要受到逼迫 你们要面对患难的时候 圣灵会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的圣灵宝会师 首先会让我们知道 是一个罪人 圣灵来了之后 指出我们在世上所犯的罪 不但是不相信耶稣的人 还有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 也会经常被圣灵所告知 我们在神面前所犯的罪 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原罪 因为我们的祖先亚当 夏娃犯了罪 我们也知道 当我们不认识耶稣 不认识上帝的时候 就是犯罪 我们也知道 在我们的内心当中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意念 常常犯罪 当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意念 出现犯罪状态的时候 圣灵保卉师就来光照我们 就来启示我们 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 使我们走向正路 保卉师圣灵 帮助我们省察自身的问题 圣灵使人知罪的工作 并没有将基督徒排除在外 无论是基督徒 无论是世上的人 圣灵都会启示他们 会光照他们 我们的圣灵会缓解 我们所受的逼迫 当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 当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 圣灵赐给我们力量 圣灵来亲自的安慰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不孤独的 让我们知道 我们不是孤儿 让我们知道 圣灵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敢于 勇敢地去面对 所有的患难 我们的圣灵 会让我们看见 永恒的盼望 当我们在心中 有永恒盼望的时候 当我们不会忘记 耶稣会再来迎接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失落 也不会失去力量 因为圣灵保卫师 一直与我们同在 耶稣赐下真理的圣灵 赐下保卫师 来帮助我们 圣灵保卫师 替我们显明真理 因为整本圣经 都是圣灵所漠视的 因为我们人 对神的认识是有限的 神不可能将人 所要认识的真理 一下子都让我们完全明白 所以我们说 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 当耶稣与门徒同在的时候 他告诉门徒很多真理 讲解律法 指明预言 启示神的真理 但是还有好些事 门徒们当时是没有办法 一下子都承受的 也不是能够完全明白的 因为耶稣要回到天父那里去 但圣灵来要继续承担 耶稣所要做的工作 将真理向每一个神的儿女 都显明出来 所以当使徒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为主做见证 传扬福音 在需要的时候将神的话语 记录下来 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形成了圣经 所以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我们确认旧约圣经 有39卷 新约有27卷 一共66卷圣经 是神已经完成的启示 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我们有了美好的圣经 世上的人所需要知道的 关乎救恩 关乎生命 关乎真理 关乎神的一切的信息 在整本圣经当中 都记载了 神已经在圣经当中 讲清楚了 我们不需要 有其他的启示 但是圣灵显明真理的工作 却并没有结束 因为我们人的知识 人的智慧是有限的 很多时候 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 却不明白 圣经当中 所向我们显明的真理 是怎样的含义 所以我们要向神祷告 祈求圣灵光照我们 祈求圣灵带领我们 使我们能够明白 圣经所向我们启明 启示的真理 是怎样的意思 如果圣经只是一本 普通的书 我们读一遍就够了 或者我们可以把圣经 当作故事 历史 甚至是名言 我们好像 只要是去读一遍 就可以了 但是圣经不是普通的书 圣经 是神的话 圣经是圣灵的启示 所以我们要透过圣灵 去了解神的话语 神就会在圣经当中 向我们显明 祂要对我们说的真理 圣灵保卫师 不但帮助我们 能够明白神的真理 圣灵还向我们显明 帮助我们去荣耀神 我们对荣耀神的认识 很多时候是有误差的 举例来说 我们都渴望成功 我们都渴望升官 发财 出人投地 光宗绕阻 但是 神所要的荣耀 不是我们所看到的 世人所说的成功 神所需要的荣耀 是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 是我们完成 神所拆给我们的工作 就是把荣耀归给神 耶稣曾经这样说过 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经成全了 耶稣当时被绝大多数人 所弃绝 最后死在了十字架上 在人看来 这并不是荣耀 而是羞辱的 是羞耻的 是失败的 这怎么会是荣耀呢 但是 在神来看 耶稣完成了神的旨意 耶稣完成了神的工作 十字架上 有神的荣耀 所以 圣灵会带领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生活的时候 去怎样荣耀神 圣灵要将我们 带到耶稣的同在当中 圣灵要将我们 带领到神的生命当中 这样我们才能够恢复 我们里面与神的关系 当我们和神的关系 恢复的时候 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达到美好的 何而为一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荣耀我们的神 我们祈求 这位圣灵保慧师 不但每时每刻 向我们显明神的真理 我们也祈求 这位圣灵保慧师 能够帮助我们 每天都活出 荣耀神的生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我们的上帝 我们感谢你 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在升天以前 赐下了 他美好的礼物 将他真理的圣灵 赐给了我们 这位真理的圣灵 每时每刻 一直到永远 都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就不惧怕 我们就有勇气 因为圣灵带领我们 行走天国的道路 我们就不至于跌倒 也不至于失败 我们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去完成神旨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荣耀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感谢你 以上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求 阿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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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